周董周杰伦婚后首反娘甲开唱 透露拍好莱坞电影真正目的网易娱乐4月9日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 周杰伦、周董 7日在悉尼开唱 相隔4年重返澳洲 也是他2015年婚后首次在老婆昆玲的家乡举办演唱会 难掩兴奋之情 日前非敌当地 周董便在社交网站分享饭店照片 号召歌迷准备好一起嗨 他演出前受访表示 世界巡回演唱会一定要有澳洲 因为老婆家在这 有点回娘家的感觉 透露计划之后每三个月发一首单曲 跟我以往每年发一张专辑不太一样 这样的方式能让每一首歌的关注热度比较高 更贴近歌迷 除了老婆小孩随行 周董此行还带领团队在当地拍纪录片 预计年底让大家看到他在世界各地开演唱会的花絮 有魔术 生活跟演唱会等等的影片 他再次表示希望可以再拍一部好莱坞的电影 重点是为了练英文 通常我练英文都是有目的 觉得拍个好莱坞电影英文可以进步 也许国外粉丝会变多 周董与昆灵结婚四年越来越恩爱 常大访分享日常幸福 夫妻俩此次回娘家心情愉快 昆灵不忘带女儿Hardaway到处走走 享受澳洲阳光 并在社交网站分享女儿走路背影的影片 只见Hardaway绑着两条小棒子 光着脚悠悠走路 微微外巴的姿势相当可爱 神似周董 宋志孝有望出演新电影 大马东西演夫妻韩国演员宋志孝有望出演电影《愤怒的黄牛》 宋志孝所属社方面九日向媒体表示 宋志孝已经收到电影《愤怒的黄牛》的出演提案 正在进行积极商讨 《愤怒的黄牛》讲述了妻子遭歹徒绑架的丈夫与帮手们 合力解救妻子的故事 宋志孝有望在剧中饰演安倍绑架的妻子 与饰演丈夫的马东西展开首次合作 《愤怒的黄牛》计划在4月中旬正式开拍 而自以为他在电视里 黄晓明为此痛定思痛 大陆男星黄晓明 昨天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分享自己的时间管理哲学 他说人的一生非常短暂 100岁不过是36500天 所以他认为在有限的时间里 一定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 并且做到极致 你无法战胜别人 所以每天只要比过去好一点点就够了 他说 以前他也想做斜杠青年 试着去做很多不同的尝试 大家有时会看到报道说 黄晓明又投资这个又投资那个 说实话 成功的并不多 黄晓明说 后来他发现 当他专注在本业上 所投注的精神与时间 所得到的回报是非常大的 因此他特别佩服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匠人 黄晓明也举他与儿子小海绵相处的经验为例 他说因为经常在外工作 小海绵只能透过电视认识他 所以每次有人问爸爸在哪儿 儿子都直觉指向电视 为此他特地减少外出工作 多多陪伴小海绵 两人的关系便大大不同 黄晓明昆灵晒小周周正面照 肚子隆起在怀第三胎 周杰伦和昆灵婚后 有一子一女 小雅口对于一对宝贝儿女的长相相相当保护 9日昆灵在IGPO处和女儿的母女装正面照 不过 这件衣服的效果 也让昆灵看似小富隆起 引来粉丝猜测在怀第三胎 昆灵今天贴出和女儿小周周的正面照片 她和女儿穿着同款粉红色长洋装 戴着墨镜 站在河边拍着 画面相当温馨 不过有眼间的粉丝发现 昆灵的肚子有些微隆起 疑似怀孕 网友纷纷询问又怀孕了 第三胎 对此 经纪人表示 有哦 那是衣服的关系 娃娃装 7日在澳洲举办演唱会的周董 相隔4年重返老婆家乡开唱 他也带着7小同行 此外 这趟行程还带领团队在当地拍纪录片 预计年底让公开世界各地开演唱会的花絮 偶像练习声报抄袭 韩方斥则手法抄赤裸 大陆视频网爱奇艺推出节目偶像练习生受瞩目 却被爆出有抄袭嫌疑 根据陆媒报道 国际节目模式保护协会 Global Format Rights Protection Agency FRAP分析结果显示 偶像练习生对韩宗Produce 101的抄袭度为88分 满分100分 这个数字甚至刷新记录 对爱奇艺的行为表示震惊和惋惜 而Produce 101制作方CJ1和M将自家节目与偶像练习声做对比 称偶像练习声的抄袭相当赤裸 包括情节设计到舞台美术效果 而爱奇艺并未向CJ1和M公司支付版权费 CJ1和M也形容 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现爱奇艺有抄袭行为 过去中国有嘻哈也疑似抄袭 Show me the money 偶像练习声6日播出总决赛 来自台湾的小鲜肉陈丽农获得第二名 一息爆红 另一位也是来自台湾的林念俱则获得第五名 得到出道资格 范冰冰的弟弟范诚诚则获得第三名 此此看节目时甚至被男友李晨爆料当场爆哭 该节目由在韩国出道的大陆男星张艺兴担任导师而受到关注 蔡依林也曾担任嘉宾 另外 节目舞台被指抄袭 但总导演陈刚曾表示 这次的视觉设计是他最满意的一次 昆凌晨晒小周周正面照 肚子隆起在怀第三胎 周杰伦和昆凌婚后宇有一子一女 小牙口对于一对宝贝儿女的长相相相当保护 9日昆凌在IGPO处和女儿的母女装正面照 不过 这件衣服的效果 也让昆凌看似小腹隆起 引来粉丝猜测在怀第三胎 昆凌今天贴出和女儿小周周的正面照片 她和女儿穿着同款粉红色长洋装 戴着墨镜 站在河边拍着 画面相当温馨 不过有眼间的粉丝发现 昆凌的肚子有些微隆起 疑似怀孕 网友纷纷询问又怀孕了 第三胎 对此 经纪人表示 有哦 那是衣服的关系 娃娃装 7日在澳洲举办演唱会的周董 相隔4年重返老婆家乡开唱 她也带着7小同行 此外 这趟行程还带领团队在当地拍纪录片 预计年底让公开世界各地开演唱会的花絮 偶像练习生报抄袭 韩方斥则手法抄赤裸 大陆视频网爱奇艺推出节目 偶像练习生受瞩目 却被爆出有抄袭嫌疑 根据陆媒报道 国际节目模式保护协会 Global Format Rights Protection Agency FRAP分析结果显示 偶像练习生对韩宗 Produce 101的抄袭度为88分 满分100分 这个数字甚至刷新记录 对爱奇艺的行为表示震惊和惋惜 而Produce 101制作方CJ1和M 将自家节目与偶像练习生做对比 称偶像练习生的抄袭相当赤裸 包括情节涉及到舞台美术效果 而爱奇艺并未向CJ1和M公司支付版权费 CJ1和M也形容 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现爱奇艺有抄袭行为 过去中国有嘻哈也疑似抄袭 Show me the money 偶像练习生6日播出总决赛 来自台湾的小鲜肉陈立农获得第二名 一息爆红 另一位也是来自台湾的林念俊 则获得第五名 得到出道资格 范冰冰的弟弟范成成则获得第三名 死死看节目时 甚至被男友李晨爆料当场爆哭 该节目由在韩国出道的大陆男星张一星 担任导师而受到关注 蔡依林也曾担任嘉宾 另外 节目舞台被指抄袭 但总导演陈刚曾表示 这次的视觉设计是他最满意的一次